娘 哎 娘 你回来了吗 那学习完事 要啥怎么管你啊呀 娘 这个日子我知道你一直对你的搬家的事 现在我得明确告诉你了 这家 才不搬了 啥 不搬了 那 厂里的房子都租了 那没事 那房子已经退好了 哎呀 这说好的事 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娘 你知道呢 这次选举尊委会主任 本来我连候选人都不值 可大伙还是把我选上了 这是为啥 不是说我有多大的能位 而是大家觉得和我不革心 信得过我 如果这时候 我爬腿走人了 那我还对得起谁啊 八字广命书 亚诚八字命令 是基于征程八字广的一门章谷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令二十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字广命 居家风水部 停服法式 道长微信 二零八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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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简直 你说的也在里边 可是云涛那儿 娘 我知道 我一直在想着我跟云涛的事儿 我跟你说实话的娘 我也知道云涛条件好 我也想过办法重力之度 可是 我真的试过了娘 不管我心里有多恨的样子 不管你再看不上样子 可我还是忍不下她 她说 她是宝宁的爹 唉 倩子 娘都六十好几的人了 再活还能活多少年呢 娘脾气不好 今天骂这个 明明骂那个 可是娘的心里头 都是为了儿女啊 啊 只要你过得舒坦 过得好 娘这么大岁数了 是她成为乡下的 唉 你要觉得跟一套不行 你们俩就拉倒 你要觉得靓得好 你们俩就复婚 别看娘天天骂她小白眼了 其实娘呢是进一出去 说这公道话吧 这样子这孩子 她不会 娘啊 复婚的时候我俩可是没想过 娘小妈的白眼了 你知道要骂 哎 骂长了 骂不动 哈哈哈哈 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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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学长 我是余涛 啊 余涛啊 你在哪呢 我在乡里呢 学长 我 刚从这件事 我 就调回协议宣传部了 是吗 怎么这么突然啊 嗯 刚觉得她调令 认了个小官 新闻科科长 让我马上回去谈话 余涛 这事件太好了 这我得恭喜你啊 我可高兴不起来啊 我的商业车还没带够呢 你说什么啊 你说什么啊 诶 你啥时候回来啊 这村里啊 别给你开有欢送会 你怎么逼人送我走啊 我还不想走呢 人家都在山岸村待了一辈子 看你说的 这人往高出走 只往地处流 你是在山岸村待一辈子的人吗 行了 再跟这说了 你啥时候回来 他们再说 好 再见